我觉得着重点啊 在那个特别在AI上面 大家有什么也比较 我看你也比较年轻啊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你有什么看了 就你现在有没有用一些AI的手段 来来搬出你们公司的这个应用 以及 啊 先说AIAI的话 其实在我们行业里面 那当然在座的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业多年的话 可能会我就 拿一个公司举例吧 啊 Plexport他们的CEO本身就是硅谷的变化系统 那 他们的系统取代了很多的 对于我而言的话就是人工成本 他们用系统回复吧 做很多的 让客户一一的去选择 所有的报价的话 他在他在他的网页或者系统上 就可以进行一个 给客户一个 就一个安排出一个方案 告诉客户很详细的 底调啊 有哪些船公司 他的Transit Time是多少 你最终的价格 你是LCL还是FCL 那最终你你会他会呈现给你一个价格 啊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传统 啊 其实你刚刚也提到我年龄不是那么大 那我也是从传统开始做的 那 我更多的就是 深游体会的有些客户 他们用了Flexport 但是他们还会回到我们这一边啊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有共情能力啊 Ai是没有共情能力的 他只是很简单的就是 白纸黑字那样的去回复你所想知道的问题 当你碰到了一些 外费用是否可以申请减免 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协调啊 卡车如果是晚到了 那我们怎么样去安排 那这些东西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我们人为人工去处理的 啊 一些问题啊 这就是我所考虑到的共情 有可能价格很清晰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那当然我们人为的话也也 人工的话也是可以做到那一个部分啊 所以可以说是因为这个行业呢 比较dynamic是吧 比较多变 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纯粹AI的他可能解决不了啊 所以设计的人工呢 自己亲自的去解决是吧 董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我我个人的经历 其实就是AI已经在慢慢在进入我们的 已经在使用了 但是像这种自动回复啊 自动报价这些 其实有很多公司已经已经有这一部分了 但是呢他目前为止 我跟Jason的看法一样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取代的 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客户来讲 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有AI 我还是要找这个人工服务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不觉得现在AI来讲的是 会慢慢可能对我们这个帮助越来越大 但是还不会说取代我们 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我不认为有这个威胁啊 是自己成为一个工具 而不是一个展示在说不是一个威胁 也可以这样一解 是不是说他们对整个 对整个物流的操作也比较 应该要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对整个物流的环节 之前的逻辑关系 如果了解比较清楚的话 那这种软件或者AI的手段将来发展起来 他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应用 对是吧 对对对 对是也就是说来系统的学习这个课程必要性 你可以这么说吧 来来系统的学习我们肯为这个时操课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实际工作都遇到的是很多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觉得因为这个还有除了学习以外 还有就是我们人像像这次说有个共情 还有一个就是说那种应对是好像AI展示来讲 还还没有学到这个地步 没错没错 对 在我在 你对AI这方面你有用吗 有没有在用AI的手段来帮助你 优化你的操作网的市场 我觉得AI是肯定有帮助的 但是呢像Dora老师像你应对应变跟那个经验是AI无法取代的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以前的经验啊碰到的事情 马上给客户提议他可能 Other option是什么东西 然后但是AI可能他只是按数据来告诉你 你目前只能选择的是怎么样的方案这样子了 所以就这个工作所需要的这种能力还是需要你比较creative 比较有创造性的是吧 是的因为很多情况都是case by case嘛 所以我觉得啊还是人工会提供比较全面的人性化的人性化的一个选择 是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可以下载一个判断 那短期之内大家的饭王还是还是在的 是在的 他不能啊无法完全取代我们的 他的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啊那是不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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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